船身造型以草地为海 民众悠闲坐在树下阅读 还能分享好书 在书里留下祝福 位于东区巷弄 昌龙公园静谧的美 连民导魏德胜都惊艳 而同样的场景不同时空 昌龙李明在公园旁欣赏戏剧 编写下祈福卡 将满满的祝福心意传递给邻里 未来这个暂时让人远离城市喧嚣的 昌龙198公园 将进行整体改造 兼具人文跟艺术美感 我希望他能够导致成一个 很安静很优雅 一个完成的步行区 没有闲潮的交通工具的动作 让生活在这附近的人 随时都可以到这个安逸的环境里面 我们是希望再增加一点文化的气息 多办一点文化的活动 这样才能聚集更多的人 感谢我们统创建设 然后把地捐出来之外 还折成一个好的公园之外 还有得到世界莫斯科设计大奖 那我们在地里有这样子 真的予有荣烟 所以我们把昌龙公园 联名改造成昌龙198 摇曳深姿的大花紫薇 跟阿博勒在盛开季节 总是美不生收地吸引众人目光 未来公园将开放无障碍空间 也规划可举办活动的广场 跟安静的散步道 让人亲近使用 是蛮理想的 那也谢谢那个旅长争取 统创那个前楼的那个配合 打开了以后 然后整个的地砖 还有我们的小舞台的改变 可以创造白天是一个很休憩 还有可以野餐的一个空间 再来晚上有灯光美学的概念 在里长争取跟七岩木林回馈下 彩绘地平 路面翻新后的昌龙198公园 规划打造咖啡香蟹郎带 点亮市民大道 希望串接华山与松烟 开创全新的文艺亮点 记者顾参永 台北财富莫道